大家好,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5月3号,星期五 这里是纽约20号,Alex 一段时间以来 看着河南开封的相亲栏目 叫做王婆说媒 这个王婆说媒爆红网络 被广大的网友说它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非诚勿扰 但是在这个光天化日中午睽睽之下 我看到了一群笨该 面红耳赤 唯恐,避之不及的大姑娘们 反而扯着嗓子 大喊着他们要未来的结婚对象 指的是男的 要帅的 要有钱的 要怨心差不多25,000 要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 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的德国 雇员税前的年薪的中位数是 43,842 欧元 每个月就是3653 欧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28,000 扣掉了各种税收 保险 到了手也就差不多 相当于折合人民币2万多 要注意,这可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 如果是中国的话 2023年中国所谓的居民的工资收入总和 大概差不多是31,087万亿元 中国的平均下来 平均每一个打工的人每个月收入 差不多是人民币4,238元 以深圳为例 官方的数据显示 2023年的时候 中国的深圳地区 月薪过万的工薪人口 仅占就业人口的26.91% 如果是撇去个人的所托税 和无险益金以后 这个数据就下降到了3.2% 这还指月薪过万而不是2万5 毫不夸张地说 在当前的中国 如果你只是按照工薪来计算的话 月入2万5 绝对可以轻易的击败至少99%的就业人口 女权主义 人又称为女性主义 妇女解放或者是性别平权之类的 就是指结束性别主义 结束性剥削 结束性歧视 结束性压迫 促进性阶层的平等 而创立而发起一种社会理论和政治活动 目前看中国好像是握持着强大的女权的一个权力 大量的中国的妇女同胞 他们现在在讨论谁做家务 讨论如何管教男人 讨论要多少彩礼 讨论婚后男人是听父母的还是听老婆的等等 它的背后是一个极大由政府鼓励提倡的一种叫做快生快育的政策 因为这么看出来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实在太快了 在你这个不生小孩 人口将锐减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太快了 相类似的情况 中国的政府在鼓励尽快的结婚 生小孩的情况下 我们再看一下日本 日本一个有意思现象 人人也知道日本是一个长期的老龄社会了 最近有个新闻 说日本在研究一个关于单身税的政策 并且这种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国会审议的阶段 如果最后正式通过成立了 在日本未婚未育的人士 从2026年起 每年就要被政府多收一笔钱 这个就是所谓的单身税 单身税不是只有未婚未育的人才交 更准确的说法就是 所有需要交健康保险的人都要交 这笔钱就叫做儿童育儿支援金 它的用途很明确 就是补贴有孩子的家庭 这也是岸田鼓吹的 叫做益次元少子化对策的一环 等于是说 如果你不婚不育 这个钱交上去 就直接补贴别人养小孩了 四手五入算是单身人士才要交的税 也就是说这是单身税 它是按照收入等比例征收的 而且会逐年上涨 从2026年这个政策执行第一年 年收入400万日元的人 每个月大约要上缴400日元 一年就是4800日元 年收入800万的一年要多交 差不多是9600日元 相当于年入18万人民币的一年要交224 年收入37万的差不多一年要交450 到了2028年的时候 单身税还要上涨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年入18万一年要交365 年入37万一年要交758 日本这个政策一出 民间是怨声带道 反对的比率超过42% 显著超过了32.8%的支持率 根据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消息称 日本2022年的人口出生仅有77.07万人 快断断了 总和的生育率为1.26% 什么是总和生育率呢? 这个总和生育率定义是一个女性 她一辈子生育子女的总和 也就是说到2022年日本平均算下来 一个女人一辈子就生1.26个孩子 人口学总是认为 总和生育率如果低于2.1% 那么就是低生育率 而如果低于1.3% 就是说属于极低的生育率 又叫做生育率陷阱 重准危机在东亚的三国都很严重 韩国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竟然是0.72% 至于中国这边 2022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05% 那么2023年的时候 大概是1.0% 都不乐观 那么这个极低生育率的坏处 就是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缺失 这个我们代入一下自己就很明白了 现在就告诉你说 因为你单身 所以你要过同样的日子 人家已婚已育的就比你的福利要多 你就要交一个隐形的单身税 来帮着养别人的孩子 也就是说 因为你是单身 单身就是个错误 所以要多交钱 更进一步的说 这种属于歧视 它并不仅局限于单身税 对于单身是歧视的 整体上 也在社会的氛围上 也显示出了一个歧视的压力 比如说 现在日本或者是中国 请向于要提倡婚恋 提倡组建家庭的这么一个大环境下 单身的人士 本来就觉得自己已经被边缘化了 但是王晓乐说 各种做生意的商家也会经常优惠 第二杯半价了 两个人同行 一人免单 餐厅的优惠餐券 通常是双人或者是家庭份 甚至是很多的包装食品 也是针对一个家庭的大份包装 网大的说 在这个一部分情况下 银行和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 他们也不太热衷 向单身的人士发放贷款 或者是房屋抵押贷款 即使这些单身人士 有稳定和高薪的工作 和可观的抵押贷款首付 这个好像是要被迫承认 很多的幸福和满足感 都得通过婚恋来实现 而单身被定义为 是一种能力和价值上的缺陷 如果日本政府的根本意图 就是要通过征收单身税 再把税款拿来补贴其他人生育 来鼓励人们早结婚 多生育 恐怕效果不太好 甚至说没什么用 不仅在日本没什么用 之前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曾经实践过 效果都不好 比如说在法国 生一个小孩 可以立刻发大概948.27欧元的新生儿津贴 大约相当于人民币7300左右 之后每个月也会发补贴 至少86欧元 要是生三胎 一个月补贴差不多是300欧元 做全职妈妈补贴更多 甚至有人还算过 如果你在法国生三胎 每个月的杂七杂八 拿个900欧元 不再花下 再加上法国还有免费医疗和教育 四舍五入 养孩子基本不花钱 这么优厚 这么好的福利 但是即便如此 法国的总和的生育率 也才混到了1.87 其中一大部分 还都是给贫穷无助的非洲移民 也就是黑人 北非的,非洲的,一到法国的 而且更加丧心病狂的是 在法国男女合租 也是可以由政府补贴租金的 而且也没有国籍的限制 甚至对于留学生也一样 现在生育补贴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说你生,政府就发钱 其实他们是能鼓励到的 并不是真正的单身人士 而是那些有生意的意愿 但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来养小孩的人群 也就是说他们是给那些养不起的人群 也就是说是兼顾不了自己的工作 还有对小孩的照顾陪伴 当然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可以很容易理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全世界 都需要有足够的生命来替换被淘汰的生命 自然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但是你是否结婚 是否生育本身 无论你怎么决定 无论政府怎么去强迫 怎么去吸引 怎么去诱导 也都应该是属于被完全尊重的个人选择 所以在中国,王婆说没 由父母催促的小孩去找对象 不能说是一个完全尊重的个人选择 同样,日本政府的单身税也是一样 所以至少有两句话 这是我一直以来非常认同的 也就是说,你们要生小孩的前提 就是你自己甚至你的同伴 已经证明了你的人生是快乐的 如果小孩的出生 仅仅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忙碌,恐慌,贫困 甚至不好的性格 不省小孩也是一种真正的善良 所以什么单身税了 什么说没了 都是随缘吧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